嗨,大家好,这里是雕龙小记 视频是有字幕的,如果听不听楚可以将字幕打开 这是读片处理工具系列的第二个视频 今天我要分享的读片工具就是它 Limove BG 顾名思义这是一个处理读片背景的网站 同类的网站有很多 但都不如它之名 可以说它是其中最好的 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听说过这个网站了 所以如果我这个视频只是告诉你有这个网站 然后上传一张读片 测试一下,演示一下它的功能 好像也没啥意思 所以这个视频我会探索这个网站更多的东西 以及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它的使用场景 因为我发现很多工具我们并不是不知道 只不过在有这个需求时想不起来使用它 视频篇幅有限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我的个人博客 老婆种树 这里是我的大本营 内容更加丰富 先看一下它最简单的使用吧 上传一张图片 然后这个网站自动识别图片的主体 然后删除图片的背景 只留下主体的透明图片 这里图片的上传有两种选择 要么就是本地上传 要么就是使用这张图片的外链 我这里本地有几张图片 这还是上次录视频剩下的 先试一下吧 就上传这一张试一下 很快这张图片只剩下这个人物了 背景全部都没了 这应该就是所谓的扣读吧 这种简单的人物像它识别处理的很完美 再来看更进一步的使用方法 就是使用橡皮擦的埃子处理 我们再选一张独边上传 就上传这一张吧 可以发现这一张就处理的没那么完美了 这个手这里还留了一点尾巴 我们来处理一下吧 点击编辑 要么将手上的这个东西去掉 要么像它一样 将它手上的东西全部都长出来了 我选择将这片叶子也把它显示出来吧 选择它 这是橡皮擦 这是恢复 这里是调整橡皮擦的尺寸 因为我要将这片叶子把它显示出来 所以先要恢复 随便插 这样明显还是不太好看 与这些透明的背景相比 这里是有背景的 先可以下载下来看一下 这里还是有背景的 这边全是透明的 所以我要用橡皮擦将这些背景去掉 这里我已经切换到橡皮擦了 然后 慢慢的处理一下 先用大一点的小米擦 然后再换小一点的 再换小一点的 小米在一些专业的软件上 我们处理可能就没那么精致和细微了 差不多吧 就这样子下载下来看一下 这里还有一点 这里还有一点 但是已经比前面的读片好很多了 这应该就是这个工具的高级一点用法 我看了一下他们的网站 再高级一点可能就是进入他们的API了 这个就例说了 再来看这个工具的使用场景 我最开始为什么想起这套工具 主要是因为我的视频封面读 喜欢用读标这种 结果上次找Final Cut Pro的读标 找了半天都没找到 能找到的也是要收费的 或者有版权的 最后买办法想着自己能不能做一个这种读标 然后我的做法就是截图 然后将这种读片上传到这种工具 结果我生成了一张透明的读标 我后面封面读就是用了这种读标 所以我觉得这个工具 在处理一些logo和读标时还是挺有作用的 至于更多的使用场景 我开始想了很久的没想到 后面在他们网站中发现了 翻译一下 对个人对摄影师等等等等这些 先看一下对个人 删除读片背景 然后添加新的背景和效果 可以用于个人资料读片 明星片 邀请案海报 看这边 他这里用了惊人的结果 说明在处理人像读片时 非常给力 这是这个工具的重点 就是处理人物像 接着还有车子 我觉得他特意在官网中提到了人物和车子 我觉得这个网站的AI智能在识别这两者事物中有着非常大的优势 这明显是想表达做广告业 将车子放在不同的背景前面 然后其他的电子商务 他这里收了提高转化率 写料一致的读像消除了干扰 好像他们做外貌的拍完产品读以后经常需要扣读 不会将这样的直接拍摄的读片上传上去 再来看媒体 我觉得这个媒体方面的作用好像和营销是一样的 看这个动图 是不是很像做视频封面图的一个过程 拍摄自己的一张读片 然后将背景删除变成一张透明读片 添加到一张背景读中 这好像现在很多up主做封面读的一个过程 我来尝试一下 我把这个当作封面读的一个背景 先变成英文吧 然后截图 现在我还需要拍一张有关自己的读片 但是我电脑里面现在没有 就用刚才这张吧 假设这是一张有关你自己的读片 现在背景有了 人物也已经扣读扣出来了 只要将它们连着合并就可以了 我用在线的工具 这里来处理吧 将刚才的这张背景图上传 桌面 这一张 这里 将它移动到这张背景图中就可以了 拖动 放大一点吧 确定 然后换个位置 好像放哪里都不太好 就放这里了 然后再加一下描边 红色好像不太好看 OK 这差不多好像就是一个方便读 缩裂读 这就是这个视频内容 这是读片工具系列的第二个视频 这个工具我也放在自己做的 读片工具网址行业中 大家可以收藏一下这个网页 将这个工具一网打尽 有兴趣的朋友请继续关注 接下来视频基本上都是与读片工具有关 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用 记得点个赞支持一下我 好的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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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